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种面向的人天生命苦 难想轻浮 一生劳碌呢 下面就跟大佬一起来看看吧 一个人的手掌长得过于平薄 中间没有肉 一点凹陷都没有 则往往这样的人就算是有钱也存不住 自身也没啥大的财库 一生财库会比较薄弱 而且这样的人常常需要出苦力赚钱 日子过得比较奔波 往往劳碌一生 天生就没有存大钱的本事 日子只会越过越穷 所以最好的手相应该是手中有凹陷为最佳 不但能存钱也能存财 二 脚掌纹路不清 在相学当中 若是一个人的脚掌纹路看起来非常不清楚 则说明此人的日子过得比较奔波 常年手里就没有啥大钱 而且他们往往赚的也都是一些辛苦钱 只能给别人打工 常年在外奔波劳碌 日子也是过得各种不如意 很难会有顺利的时候 所以他们的日子往往会非常奔波 需要一直走 把自己的脚底纹路都给走掉 三 同步消脖 一个人的臀部长得过于消脖 看起来就像是没有屁股一样 则往往这样的人 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会非常不稳重 常常是有钱没钱都会胡乱地花销出去 而且他们往往喜欢依靠自己的意愿形式 一点也没有长久的打算 常常自己奔波劳碌一生 干啥都不会发达 天生就是辛苦相 日子比较辛苦 没有一个翻身的机会 四 命宫深锁 命宫就是我们两眉毛中间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的印堂处的位置 若是此处长有乱纹或是杂纹 则这样的人往往做事比较消极 总是喜欢胡思乱想 常常给自己的事业 婚姻方面带来各种的不如意 而且命宫深锁的人多半没有啥大的财运 日子过得各种不如意 一旦有眉毛侵入到印堂处的位置 则他们的生活自然也会经历各种挫折 难以稳定 五 声音带煞的人 人的声音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健康 气场和态度 如果一个人说话时 总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 这种人大多肾气不足 身体素质比较差 整个人看上去也是无精打采的 缺乏活力 做事比较消极 思想比较懈怠 难有太大的成就 若是声音沙哑 听上去就像金属翠裂般刺耳的话 在响学中称为声音淡煞 这种人大多内心自私且刻薄 很难相处 也不好沟通和交流 容易给人很大的距离感 寿远难长 即使能够发家也无福享受 六 走路不稳 一个人的走姿可以看出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和风格 如果一个人走路比较慢的话 这种人大多性格安逸 喜欢居于现状 上进心不足 而且性格方面犹豫不前 做事喜欢拖泥带水 走路太快的人大多性格急躁 做事没有耐心 容易冲动 一生劳碌 若是一个人走路东摇西晃 给人一种虚浮不定的感觉 这种人一般功力心比较重 但是做事不够踏实 务虚不务实 投机心理比较重 一生操劳 难有什么作为 七 眼角鱼尾纹繁重 鱼尾纹一词是指人眼角外侧 眼尾处的皱纹 因其形状类似鱼尾巴 固有此名 人到了一定年纪 眼角长皱纹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如果鱼尾纹长得过于杂乱 且数量也多的话 则说明这类人需要四处奔波劳苦 难成大事 并且 如果鱼尾纹开花 则表示此人感情丰富 且婚姻多变 适合晚婚 结婚之后还要多注意收心 才能保证婚姻生活的稳定 八 枕头失红 生活中若有人突然鼻头发红 便是近期要走好运的征兆 但是 鼻头长时间失红 类似久遭笔的话 就不是运势好的面向 而是劳碌命的表现 因为枕头处于财帛宫 长时间赤红不散 则是自身财气虚劳之兆 九 脖子过长 脖子为连接头部和身体的纽带 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力 体魄和惨欲 其长短要与个人的身材比例相符为最佳 如果一个人的脖子长得较为细长的话 这种人一般争斗心和嫉妒心都比较强 看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 什么都要与别人争 与周围的人矛盾重重 人缘非常差 遇到困难时也没有贵人出手相助 容易错失很多机会 属于天生的老路命 十 山根低线的人 山根在象序中代表着一个人的祖业靠山 婚姻运势和中年发展 如果一个人的山根部位长得低凹无势的话 代表着祖业根基浅薄 出身一般比较平凡 人生的起点较低 缺乏家中的助力 凡事都要靠自己去争取 想要成功比较困难 事业发展不够稳固 容易经历很多的挫折和磨难 一生操劳不停 中年时期 事业和婚姻方面容易遭受重大的变故 很难有机会享受生活 除了以上十种特征外 我们的身体还有七颗劳碌痣 如果你有的话 一定要点掉 一 肩膀有痣 肩膀有痣的人一生奔忙 操劳不断 就像肩负重担 为了生活而奔波辛苦 但收效甚微 日子过得很是艰难 早年的运势差 生活艰辛 命中无财 早早就要赚钱养家 祖业凋零 不能提供帮助 只能靠自己努力 此致在面向中为恶制 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欠佳 常常需要为钱奔波劳碌 很难有大的积蓄 辛苦一辈子也存不了大钱 二 脖子左侧有痣 脖子为连接人的头部和身体的重要纽带 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 行动力和事业残韵 如果一个人的脖子左侧长痣的话 这颗痣在相学中称为辛苦痣 尤其是对女人而言 影响更大 长有此致的人大多智慧不高 判断力和行动力比较差 做事非常被动 挣钱特别困难 容易面临很大的家庭负担 在感情方面也会遭遇到很大的压力和挫折 生活劳碌而贫困 三 脚背脚踝有志 脚为人行走之用 代表着一个人的行动力和工作变动 如果一个人的脚背长痣的话 这颗痣在相学中也称为双足不停痣 扎有此致的人大多工作不稳定 内心不安分 非常爱折腾 但是做事总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很难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地待着 工作变动比较频繁 事业非常不稳定 一生奔波劳苦 若是这颗痣长在脚趾的话 代表着东奔西跑步停歇 很难安定下来 而脚踝长痣的人也是如此 整天为了看人的事情 操心劳神不断 很难有休息的时间 一生非常辛苦 四 子女工有志 子女工在下眼皮的隆起雾上 即卧残处 子女工长痣为类痣 子女工表示 未婚男女的感情阅历 或者子女的运势 好的子女工多是 丰满有光泽 龙起雾有肉 不缺陷 儿孙满堂 子女运成福禄授权 暮年运势自然强 在此处长智为恶智 表示恋爱男女的磨练多 或者运势不好 为人父母多劳累 难得清闲 一旦招惹了 他们就会翻脸不认人 俗话说 刚硬必舌 所以这种人的一生 也充满了不顺和灾难 五 眉头有志 面相中眉毛为饱寿观 有约看明在眉 说明眉毛主一个人 从名利和人际关系 如果眉头有黑志 则身败名利 亲朋远离 严重者则有牢狱之灾 一辈子没有太大的成就 婚姻运势比较差 与妻子之间的争吵多 矛盾大 常常会因为钱财罚愁 一辈子没有太大的剑术 晚年孤寂无一 与父母兄弟的关系 也非常不好 身边没有一个 可以信任的人 六 脸颊有志 脸颊在面相上 也被称为脸型 是能够决定一个人的事业 感情的一个部位 一般脸颊上面长智 说明此人路途不太顺利 总是有各种波折出现 而且没有贵人相助 很难摆脱困境 这样的人最好要单干 不要和别人合作 很难有赚钱的机会 疑心重重 自我观念严重 理财能力差 财运不忘 而且这种面相的女人 情路不顺 命比较苦 不会体谅人 运势不好 七 下嘴唇有志 嘴巴在相学中 代表着一个人 对待感情 金钱 和人际关系的态度 如果一个人的下唇 部位长智的话 这种人大多非常有口福 比较贪吃 但是却非常顾佳 不过这种人 一般缺乏自信 对身体健康运势不好 不过这颗智 也是一颗典型的桃花智 长有此智的人 不论男女 大多异性缘非常好 桃花运比较旺盛 容易陷入到感情纠葛之中 一生劳碌 容易漏财 存钱比较困难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